大家好,我是小宇 出生在湖南农村的一个家庭里面 我是父母三四岁的时候 因为他们感情问题离婚了 然后两边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没管我 我是奶奶单独拉扯 带这么大的 16岁的时候她就走了 在那之后 我基本上一个人在社会上去打工 也没人管吧 就是基本上很多时候调皮 不懂事 甚至有时候差点饿死了 说句难听的 好在这么多年过来 没有做过什么措施 一路走过来 现在转业也27岁了 想去见一下自己的妈妈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组建家庭了 在转业几年我就30岁了 始终是要结婚啊 或者说成家立业 到时候可能更不好意思去见 我不知道她介不介意 反正看一个真实的状态记录下来吧 如果就是我妈以后不方便联系我 或者说这次都不愿意见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就是也没那么多心结了吧 我这次准备去见一下 然后我是只有我姐妻的联系方式 就是舅舅的女儿 就我打个电话 我不知道接不接 因为我没有任何底气啊 有时候对于我来说家庭 有时候其实就是可能那种熟悉感 没有 我打给她打个电话 看她接不接啊 然后如果能联系上最好 喂 姐姐 喂 姐姐 喂 哎呀 妈怎么联系呢 我是路过一阳家这边嘛 我是准备看一下妈妈她方便吗 你到我自己来了呀 对 我路过这边拿箱 那我妈在这边不来 那我妈在这边不来 那我等下她给你联系吧 你现在我这里是多方吧 你过来啊 你看下她方不方便吧 愿不愿意见我吧 反正我今天下午就走了 那我先发个电话给你嘛 你先拿我这里嘛 好吧 我先拿拿烤菜 我先拿你直接过来 然后我等下我炒好菜 我先去炒好吧 好吧 好了好了 好 我发个电话给你了 好的好的 我不知道我妈愿不愿意见我 因为这么多年 过去她可能成家立业了 挺 不是说成家立业 应该是你组建家庭的 反正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有个 我是听我姐姐说我有个妹妹 那个时候是八岁 这个时候不知道多大了 反正挺 我家的情况挺复杂的 如果这次回去 就是他们不方便以后 长期就是说联系 或者说接纳我的话 我就还是挂自己一个人生活嘛 以后老的再给他们养老 我回去也算是聊个心结 这个样子 你要不要去买一件衣服换一下 我就 我有三件一样的 这个一样的衣服 不是 我叔叔 那么多年没有见你 不用买吧 因为我觉得以前想过就是衣锦还箱或者干嘛 现在确实也混不好 就这样子呗 真实的 他不可能因为我没钱就不认我吧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那我也不用刻意的去搞的是吧 甚至还去租个书那有什么意义呢 就这样吧 就这样回去嘛 有啥嘛 我还穿着拖鞋反正有啥奖金吗 自己的妈妈 我说句实话 你的妈妈会嫌弃你穿拖鞋 穿着脏回去吗 你妈妈不会嫌弃我妈妈也不会嫌弃 这就是个理发店的 我要把家一先摆下 家一要不就放在车上吗 我怕家一在这种事情 先走了先走了 把家一就放这 应该没事 我怕他吓得人了 说一下 然后不是小语找妈妈吗 我帮他记录下来 他找他了 你是不是没在游家 没在游家 对啊 没事 反正我是回长沙 然后来这里看 没事 出发 你他没人了 怎么帮他嘴巴封住了吗 没有 我来见他也跑到鞋公里 他说不在远家 不想见不见的 反正看什么 还没吃饭了 啊啊啊 你要跳下去啊 啊小语 你要跳下去吗 没有了 这就是洞庭湖啊 我家乡洞庭湖 但是没有地方回了 没有家了 看看洞庭湖嘛 我还以为你要跳下去了 没有 洞庭湖全国市民的嘛 我还 我等下去场上找你了 我知道了 那你就直接带马户来清沙吧 啊 我就是那个叫什么桥的 那个第二个地址是吧 对 好好好 导航大概七点钟到我 我这边 我妈这边是晚点跟你说 嗯 进不到了 那边可能也不太享用我吧 还有 还有个妹妹吗 你确定啊 你确定啊 我死了 我现在跳下去 小鞋在河边上 我反正是上日没心结了嘛 上日没心结了嘛 上日没心结了 我 我就 哎 怎么说话的呢 我舅舅她是 她也是为我好 买个长辈 然后也确实说 我妈有难处 呃 我还跟妹妹十几岁 然后每个月 两千块钱生活费什么的 我说 我不需要她负担任何东西 不管是以后结婚 还是买房 还是成家立业 什么都不要她负担 就像逢年过节 有什么阿教是吧 然后跟我讲一堆了 最后其实还是 还是不愿意见我 哦 这等于是她其实在那边 你知道吗 不知道 谁知道呢 我只能联系到我舅舅 然后刚刚跟舅舅见了面 舅舅没啥 她舅舅也很无奈 她 我自己妈不管我 她能管什么呢 不是 我等下就去往那边走了 好吧 往那边 大概七点钟到 好了 好了好了 看看东宁湖啊 最后看一眼吧 我以后可能不会再来了 东宁湖 谁不知道为什么绿色呢 走了 走了 都会没了 所以 lot 都会看了 行 Vall 都会 没有事 没怎么过 知道了便